是 就是這樣你才會見錢 擺脫不再症著做就對了 相當疼自己 我所有的西裝襯衫都是阿媽 錯過了 規劃 最糟糕的是媽媽哀沒 千萬不行 人家如果有千朵 妳又跟謙哥講 為什麼 大家在那邊喝酒 他說要投資人沒有一個投資 他就管 投喜記訊之後 大概1500多萬 自己學到帳都是我 有參與到 我每個帳都要清清楚楚 最近又開了一家新的餐廳 你應該做對了 五千萬 大家都是自己欠了 這個是別人欠 你爛不爛 不是啦 我爸爸欠了 現金輸掉五千萬 然後又欠了五千萬 那個說是地下錢莊要借錢 去到我們家看到說 可能會辦法借你 三千萬我用七年把它還完 晚上的時候我做夜市 週餐之後我回去顧瓶浪灘 顧到隔天中午 明明下大概兩三點的時候 我就去廠商那邊補貨 你看我穿三點式啊 你穿丁字褲啊 來吧 Let's go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跟班 厲害了 我們說人家酒債就沒朋友 真的 酒病床前就無孝子 真的 對不對 今天來了六位 沒有朋友的人 喂 怎麼這樣 講到這樣對不對 對啊 什麼當中有為 因為金錢而困擾過嘛 沒錯 其實有時候 不要太過…的這個煩惱 因為有時候這個負債 就會成為一種動力 像我呢 我這個人生順風順水的時候 我就一點動力都沒有 但是那時候有一個偉人跟我講 歐弟啊 你不能這樣下去 你不能再不努力工作了 你一定要有慾望 你一定要負債 那個人就是吳宗憲 是的 我都鼓勵他 關心建民 歐弟支持過我 支援過我 有一段時間 我其實是一個很糟糕的例子 因為那個時候算是 是相當疼自己的 像他們現在在玩表 他們剛剛在聊表 你看我等於20年前就在玩 反正你看我那個時候 台灣人事件的時候 所有的西裝襯衫都是阿嬤 很離譜 非常離譜 我等於是基本上是 所有的酬勞通通拿來犒賞自己 現在社群網站有很多人說 對自己好一點… 對 但也不要對自己太好 太好了 這不是太好了 破頭了 真的好破頭了 因為那個時候 台灣人事件收視率非常好 是 我根本不用擔心我明天要不要 對 明天沒戲 或者是下個月沒戲 而且也沒時間花錢 台灣人事件是沒日沒夜的排 真的… 第二個階段就是通告好的那個時期 我這兩個時期等於都錯過了 存錢 定下心來去稍微規劃一下 是… 房產也好 或者是 你只要有買一棟房子 基本上都不會太差 我等於是這兩個時期都錯過 錯過 都錯過了以後呢 做了最糟糕的事情是 後來因為媽媽癌末 化療的藥 止痛藥 包括抗生素什麼 那個…其實真正嚴重的是 每一天的看護費 因為那都要現金 三天 五天就要給 三天 五天就要給 天啊 這壓力很大 我做了一個更糟糕的事情 怎麼了 歐滴這個知道 因為我等於是前一段時間 才跟歐滴調 調情 我等於那一段時間 我是先去找 我沒有找朋友千萬不行 因為我不想要讓朋友知道 我沒有讓他們知道 所以你看你這應該要告訴我 台灣地下錢莊 基本上都是我的朋友 跟我講 都有打折嘛 而且很好啊 都有打折 而且如果找到憲哥那邊 應該會比較大一條啦 對啦 對啊 我這邊都睡掉了 後來我看到你整個狀態 要把自己弄得更好一點了 我自己的也算嚴重嘛 我自己的病也算嚴重 所以其實還好啦 但是我今天 我很高興能夠來到憲哥的節目上 因為之前報紙說我賭或什麼 我都沒澄清 我都沒回應 是嗎 因為我覺得回應 他們還是一樣的這樣子 你如果有牽賭 你要跟憲哥講 為什麼 都是我的朋友 對… 一條龍的服務啦 沒有啦 因為你在 我覺得… 解釋可以解釋很清楚 可以有打折啦 等一下 讓我搞清楚 憲哥 先去簽 然後再去借 輸了再去借 對… 一條龍 所以那個沒有 沒有啦 所以概念是這樣 我們外面是真的有傳說 你就是獨來的 我跟你講 我沒有這個屁股 這個禮拜一就要結帳了 我沒有錢跟人家結 人家怎麼可能再讓我簽 你懂我的意思嗎 一定是這樣子 我那個時候只跟同一組人簽 你可以先欠著 像國畢就是先欠 對 那個是他 這個是他的本事 你還把他給扯出來 我很簡單的 勇敢面對 面對問題 處理問題 處理他 放下問題 面對他 處理他 放下他 我很簡單的解釋一次就好了 我沒有地方簽了 所以絕對沒有 處理問題 你還是要過日子 對… 是不是這樣 生命當中要不要覺得 今天是我的末日了 Never Don't give up 對 Don't surrender 對 Never say never 對不對 Anything is possible Nothing is impossible 不要再唸歌詞了啦 Just do it 不是啦 不是歌詞嗎 那是NBA的詞語 所以當你在最困沌的時候 外界是感受不到你的困沌 我們有什麼欠缺的勇敢面對 面對問題 問題就處理一半 逃避問題 問題就增加一倍 就那麼簡單 所以憲他真的很會激勵人 激勵… 來 激勵是他 激勵… 激勵給你心痛 生病 對 現在還了600萬 沒有 我覺得因為像那個鐵頭哥 因為現在如果說你還剩1000萬 還沒有還 目前據我所知鐵頭哥 他是用直播 做最大的評收來源對不對 因為直播的東西 我不曉得是自己當老闆 批貨來賣 還是跟別人再合作 跟人家合作 合作對不對 我會建議你 就是說你在合作的東西 因為你賣得很閃 閃的東西不見得它的量會好 你可以利用你自己本身的一個 經歷 比如說你生病了 你可不可以去找到一樣東西 對自己真的是有幫助的 而且明顯看到你的變化 用完之後你用時間 你來印證自己 然後你做記錄 你主打一樣東西 是你真的發生好的 你去說服大家 我覺得那個要賺到比較大的一個 讓他擴張的力道會比較大 要聽昌明歌的 這個就酒病呈良衣 三則宮而呈良衣 對不對 他現在開了一家文革店 是 可是憲哥 昌明花了兩年才還清 他的還款速度稍微慢了 慢了一點 沒有 但因為金額也不高啊 還得快不一定聰明喔 對 因為這個喔 對 對啦 因為其實我這個為什麼比較慢 這個其實我200萬 是在我31歲到32歲的時候欠的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人家第一桶金是100萬嘛 但是其實我那個年紀 我已經有1000萬 但是我1000 我在九日大地震的時候 遇到一個 我認為大家都是好人 我去台中震災 因為我在飛碟電台嘛 然後就呼籲大家 弄了31台車子 然後載滿所有的物資 我們去震災 很熱血 很熱血 然後認識了某個 小我一兩歲的年輕人 那你就覺得 大家這麼有心 散淚啊 你不會有詐啊 然後就好啦 他就一直接近… 接近到最後 他就知道我很多想法 所以在那一年當中 同時發生三件事情 什麼啦 第一件事情 我告訴他說 我希望將來我用我自己賺的錢 我去結婚的禮車 一台冰車是我賺的錢 我不是去租的 然後後來他就說 他進了一批車 他算一台給我這樣子 到哪裡 付哪裡 我還跟他簽約 好啦 最後我錢付清了 好 第一個 藝能界已經非常多人了 是不是 滿多的 對 我有一批牛肉好便宜 對啊 都這一批 對啊 然後但後來這個人是被我告了啦 然後他被判了一年八個月 然後第二件事情 他知道我想要多賺一點錢 他說我跟你講 那個他有一個客人說 想要買一台兵力 他的現金賺不來 還缺了一些五百萬 然後還帶我去看這個人 然後都給我看他的所有的文件 什麼時候 我說那我都看到人了 好像真有其事 你沒有認真看對不對 沒有 我真的 跟我們玩手機一樣 我同意… 沒有… 文字太多了 資訊也太多了 投資基金有這麼多人 對 他說明說 你同意更新嗎 對 同意… 然後後來我們也就 錢就進去了嘛 錢進去了之後 後來也是沒有嘛 第三件事情 他說帶了銀行的業務來找我 說我那個需要現金周轉 那一台兵士五百當年 他說他用這個車子 想要借個250出來 然後我要當保人這樣 我說我當保人 我說你車子過到我名下 我就當你保人 對不對 我要抵押品 他答應啦 他答應 我就跟銀行的人說 聽到了 他答應囉 答應了 那你現在要做人證 好啦 他說好 沒問題 好 那我就先簽了 簽完了之後人就也找不到 車子也沒有辦法過來 完啦 長平哥 我幫你算一掛 你這個 你不適合玩車 放錯重點了 這容易被人家騙 很痛耶 我那半年 我後來因為被騙光了 我當時沒有了 沒有了之後怎麼辦 你必須要東三再起 你不能沒本錢 所以我去外面跟親戚借了兩百 我錢光了 我就開始除了認真工作 然後我就 當時我已經理財 股票市場已經幾年的經驗 所以我就用這個當一個 翻本的機會 我就繼續理財 然後去翻 你不理財 財不理你 對啊 他們剛剛講得滿好的 因為我現在我等於是 我等於是士騎嘛 士騎然後做了將近十次的化療 然後六十幾次的電療 我覺得可以往這個 健康食品的方向去 把它等於鑽進一點 可以啊 讓自己 等於把火力放在 某一些商品上面 所以我覺得可以這樣 集中火力啦 比較好 然後大家對你的認同感 就會比較加深 不然你什麼都弄 然後大家買一次 他會買第二次嗎 會有這個問題 送你一句話 好心情是最佳的良藥 懂得尋求自己的樂字 我的一個另外一個好朋友 貝多芬 他也是在耳熔以後 耳熔以後才彈出來 命運交響曲 天啊 這一首 爸爸的命運就是個交響 在那裡我聽不到 我是一個音樂家 我是一個音樂家 我竟然聽不到我的聲音 所以他要敲更大聲 概念是這樣來的 自死地而後生 危機 危轉機 對不對 讚 你可以想像嗎 我一個人三百多次 在香港轉機 就算是 我轉三百多次 我在等啊 然後呢 OK了 有沒有 今天比較舒服一點 今天非常… 因為有疾病他就壓住他 他就綁住你 放開來 放開 放開來 對啦 對 這個很重要 憲哥幫助你充滿笑容 笑容就有陽光 陽光你的業績就也好啦 我就跟你講 很多人憂鬱症看我們節目 看他最後變躁鬱症 你這樣沒有比較好啊 憂鬱變 你看…他有多久沒笑到掉我了 生命就是這樣 在痛苦中毆割 你沒有好心情 你完全沒有體力去對抗 沒錯 非常重要好不好 來 小薛 有 怎麼樣 對 大家的欠債都有 負債五百萬 薛哥 但我不是所謂負債 我是很莫名其妙的欠下的 為什麼 為什麼呢 來憲哥節目打過 雞排比你大 對不對 那時候開視頻公司 公司帳面上賺錢 對 對 結果年終結帳的時候 帳面上賺多分不到錢 為什麼 因為股東捲款 OK 最好的時候250家連鎖店 會公有快100家 本來是每月分 拉成整年分 A多少錢 後面負債 百萬貨 中風 西幽蘭 連鎖店 最好的時候250家連鎖店 最好的時候250家連鎖店 會公有快100家 本來是每月分 拉成整年分 A多少錢 後面貨 百面貨 中風 西幽蘭 但是不得意 但不得意 而且那個12個分 帳面上賺很多分不到錢 為什麼 因為股東捲款 然後後來一條一條一條爆 我只知道莫須有 結果後來事後檢討一下 這自己活該嘛 好好代理的人拿獎金分紅就好 那為什麼要不熟識 他自己為什麼要去參與事務呢 然後報他宣傳 報整個公司 整個公司不僅雞排 還有義大利麵 還有滷味 還有反正就是食品公司嘛 那目標朝上市嘛 對不對 我們怎麼樣也要跟憲哥腳步嘛 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沒有那個屁股 千萬不要坐那麼大的馬桶 跟他到懸崖了 真的 而且那時候來上憲哥節目的時候 憲哥講的經歷三條 好 其中意義 就是說 還因為股東和股東最重要嘛 對 是不是 等他查出來的時候 人已經人序都空了 對… 對 最好的時候 那個全部的業績 差不多到250家連鎖店 但他虧空了就虧空了快100家 加盟金還有建財費什麼… 以前藝人做生意 最常犯了三個東西就是 第一個不看帳 對 第二個那個肝骨 就是那個肝骨代言嘛 是 然後第三個就是那個相信朋友 因為帳目幹什麼都很自動自發 會都賺啊… 好 你想想看 每季分本來是每月分 拉成每季分 每季分拉成半年分 半年分拉成整年分 他整年的空間 他就可以A多少錢了 那時候他 那時候我們廣告 才完全灑下去嘛 那時候才上憲哥的… 憲哥節目嘛 來宣傳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講這故事 這個比較暈的 如果今天是我吃喝玩樂 是我喊瞞 是我自己花掉 我認 對不對 就是別人花我們賺的錢 那比較暈嘛 現在還欠這100萬 所以欠這100萬是欠銀行的 他收我利息也收夠 所以慢慢還沒關係 那也快啦 你會騎重機嘛對不對 沒有 現在都租的 為什麼 不然他就把車拉回去壓掉 對 銀行有那個被那個啦 是不是 但是我還是必須要還 假扣壓啦 對啊 好也過 壞也過 我快樂過嘛 我也可以苦中若樂嘛 一樣 欠債還錢 天經地義嘛 人不死再不賴嘛 還好中風 上上個月 是 就好死不死 戲又來了 一點點 用拍戲來等於復健 現在所以講話才講得出來 難怪 我這一次看到他 覺得你變得比較穩重 慢 對 因為反應太慢 謝謝憲哥 我是不是很會講話 以前 好… 現在 現在啊 你怎麼這個人生啊 問他 是 是 我們有同事中風 你笑到差跡 沒事… 太會講話了 憲哥 這是我的工作 是 但是立仁是我看過夫妻 最漂亮的一位 很可愛 優雅 其實我今天看到那個薛哥的故事 我覺得我的個性跟他很像 你最有資格來給他建議 我要怎麼說 為什麼 在巫人當中你穿得最豪華 沒有… 你的墊尖…最大 看看你做資料 憲哥 我今天來宣傳我的演唱會 對… 演唱會這個600萬欠下來 就為了演唱會這樣 值得啦 對… 因為我的個性 就憲哥講比較華麗 其實薛哥個性跟我很像 就是太容易相信朋友了 像我們藝人常常做生意 就是比較不經過大腦 比較有感性 像我過去很多人跟我借錢 五萬 十萬來者都是不拒 有時候二十萬 三十萬 我身邊沒有那麼多現金 我還會想辦法說 我一個朋友叫憲哥 他很有錢 我就跟憲哥周轉 從這邊周轉來借他 那之後呢 我要擔這個責任嘛 當然有啊 通常我錢借給朋友 到目前為止 加一加大概也兩三百萬 不懂得拒絕人家 吃虧都是自己 可是我覺得薛哥沒有關係 我覺得健康最重要的 生命力還很強啊 對啊 所以不要太相信朋友 這些就當欠了 這輩子該做的功課過 你看 醫療素師 假牙 腮肉肺裡面死 然後肋骨…鎖骨摔斷 然後大腿鼓鼓緊摔斷沒死 對 然後一段 然後中風又沒走 婚姻 就代表我三段 三段不是愉快的 不是…三段愉快的婚姻 三段啊 你結了三段啊 對啊… 你都幫我兩次你忘了 真的嗎 第三次的時候 我覺得每一次都是接到他的喜帖 才知道他離婚 你知道嗎 你是不是忘記他 沒啦 第一次…憲哥還有到場 然後第二次的時候 收到就包 第三次的時候 我們是基督徒 我們家是不參加任何二婚 對…我知道啊 然後第三次那個修哥就跟我講 所以等於說杰倫現在再發給我 我也不會去 對 就不會 他不會發啦 他真的不會 算了啦 OK啦 OK 這是你給他的建議對不對 來 單飛之後嘛 就朋友邀約 就說來做一個 那時候我在高雄 兩人團體 先桌二人桌 沒有…以前叫半桌二人桌 半桌啦 先桌啦 後來先了才真的先桌啦 對 那我2016單飛 單飛之後就朋友就說 就約我開那個 鐵板燒 本來想說就一般的鐵板燒就好了 他們就要開那種一克兩千八的 就是走比較 五菜單 對 走比較高檔的 對 分子料理 那時候跟我講說四個人 一個人250 我想說250 我還可以 我房子帶一下 還夠250可以投資 因為都是好朋友就要邀約嘛 我的個性 比較不懂得去拒絕人家 後來裝潢好之後 他說還要再增資 還要再100 我說還有100 我身上沒有那麼多現金 那後來就一個股東說 那你的100的股份 我幫你吃下來 經營了兩三個月 一開始我覺得生意非常好 兩三個月 我看生意很好啊 怎麼都 沒有錢 對 沒有錢 沒有 我就問那個大股東 平常我很少 很少會去管理這些事情 不行… 到了第五個月 又跟我講要增資啊 我說我哪來那麼多錢 而且看起來生意還不錯還增資 對啊 我說 而且很奇怪喔 我就懷疑那三個是 為什麼 一伙的 也是一伙的 狼狼跟貝貝 對 跟尖尖 其他兩個也聽到說要增資 都沒有意見 後來我就覺得很奇怪 感覺他們三個聯手起來 要吃掉 對 我覺得三個是聯手的 都是好朋友 後來我跟他講說 那怎麼辦 我現在沒有錢啊 他說那你如果沒有錢的話 你如果要退股的話 我們現在也沒有錢可以給你 我說我之前投這麼多了 將近四百萬要退股 我一毛錢都拿不回來 那我怎麼辦呢 那我是一個藝人嘛 也求助無門 也不曉得該怎麼辦 後來講說 好吧 那你們就先經營 那後面如果要再增資 我可能沒有辦法 結果再過兩個月 我回去那個店不見了 沒有了 就沒有了 對 他算是用德州鋪剋 一步一步叫你下耶 就沒有了 跟不跟… 他可以收他 那時候 那時候是我人生最慘的時候 我想說怎麼辦 我身上都沒有錢 我就想到說我有跟一個會 三萬塊的會 三十塊 三十塊 九十塊 九十塊 對 我都想說 我就欠錢嘛 我就賣標 剛好想到說 下個月我的會就到了 我就準備 你收委會啊 對 委會啊 好誇張喔 等於前面都繳完了 都不怕別人跑耶 不會連這個都跑了吧 他就給我跪下去 一個女生 就給我跪下去就哭 他說我第三回 我就 What 我的會 把你標走錢拿走 拿走啦 喝過人爽 愛不認真 王立仁越做越勇 無敵翻身 喝過酒的人的話千萬不要相信 大家在那邊喝酒哈啦 說要投資的人沒有一個投資 攤酒館 投喜進訊之後 在1500多萬 喝酒會談生意 是 喝茶的才會談成生意 喝茶的才會談崩了 喝什麼茶 長倒閉嘴 一行水球一直滾 越滾越大 所有的銀行都有去詢問過貸款 學問很多人生經驗 最近又開了一家新的產品 這新的應該做對了 對 有人就跟我跪下去就哭 他說我第三回 就用你的秘密幫你標走了 什麼 不會 把你標走錢拿走 拿走了啊 你每個月也沒有問他 這個月誰標走了 有啊 有標… 我還是一樣 他外標啊 他就騙他 他也沒有到場 那是會頭有問題 對 有問題啊 對 所以我 我每個月就是固定都繳3萬塊 我繳了30會的3萬 29會的3萬塊 最後我要去拿最後一會 然後他就負責跪下去就對了 對 就負責跪下去 道歉 他跟我講說他標走了 我也差一點跪下去 我說天啊 怎麼會這樣子 你要掛了 我也要掛了 對 後來 後來我就把我高雄的房子 我就賣掉了 我想說就離開一個傷心地 因為想說我高雄也住十幾年了 我就想說轉個環境 持長會比較好一點 藝人嘛 高雄台北通告坐高鐵太貴了 我就想說搬到台中會比較近 後來朋友跟我講說 我斗六這邊有房子 我一個朋友是藝人 他說有房子可以讓你住 免費 那個環境就非常非常的舒服 我每天就住在那邊 想說也不用房租嘛 也不用水電嘛 就認識了很多人 我短短在八個月 我就在雲林科技大學 辦了我的第二場演唱會 來了這場演唱會 當天也是大爆滿 可是又加上我的虛榮心 我喜歡出場都是很華麗 十二個舞蹈員 用的都是最好的 人家明明就大概有 一百萬的一個預算 我可以花到兩百多萬 你怎麼辦呢 又去貸款 求好心切啦 對 完美主義 那又值得演出 是 有沒有收門票 有收門票 可是就是不夠… 對 收來的錢就是等於是不夠 而且那一場又是用公益了 又要捐給華山基金 幫助老人家 年底加菜金 我做的演唱會都是公益 先幫助一下自己吧 對 後來我覺得 藝人做公益一定要盡力而為 對 量力而出 量力而為 真的 藝人做的公益 一定是有一個最大重點 是 我們的工作是拋磚引玉 沒錯 我們也不是大企業家 一捐捐五千 八千的 不是這樣 所以你這個就是要怪你自己的 真的 太笨了 你十二個舞蹈員幹嘛呢 對啊 我想說華麗好看嗎 你虛榮心嘛 真的有一點點 對不對 人家現在是不得已 但舞蹈還撐不住 而且那十二個… 而且那個十二個 有一個還跳錯 他開什麼鳥演唱會 不是 憲哥 怎麼感覺在罵兒子啊 六個就好了 對啊 好… 高大哥天堂開演唱會 也阿豬阿花而已 對 沒錯 對啊 憲哥 人家都已經花了那麼多錢 欠了這麼多錢 多個演唱會是很漂亮的 來 演唱會給他宣傳一下 華麗漂亮 現在把它賺回來 來… 對 這一場演唱會是 12月7號 在台中的中興大學惠孫堂 四千人 是我第三次 也是我的第九場演唱會 你都唱台語的就對了 我國際台語都有唱 國台語 國語唱哪一首 我國際就是唱 因為這首國語歌 讓我在很快把這個債務還清 我的詩節有一首歌叫做 在心裡從此永遠有個你 這首歌是當初是放在我專輯的 最後一首歌 結果在中國移動 來電彩琳 最紅 殘連好幾個月的冠軍 但不成為之 已經看過六億了 我因為這一首歌 比如說你在台灣商演是拿十萬 在大陸商演也是拿十萬 可是是人民幣 對 我只是因為這一首歌 跑了很多大陸 就很快把我的債務還清 讚… 對 來 記住一個重點 什麼重點 Dancer要找單數的 單數 我這一場 那我這一場就找十三個 好 找十三個 加你十四剛好 又加一剛 對啦 然後不要再管什麼華不華麗了 對啦 實在一點 來…立仁 立仁怎麼了 那麼久沒見 畫面太舒服了 真好看 對… 今天是唯一的女生 對 皮膚又好 謝謝… 她們也不可能穿低胸了 對啊 怎麼上一… 她的事業線一直有問題 一直有啊 對 今天還好 今天沒有那麼低 我說妳的事業 真正的事業 妳的事業線 我最討厭那種主任下流的 真的 物化女性 真的 我這個債務是從疫情 我剛剛有認真的算了一下 從2019年到現在2024了 我已經很快五年了 基本上我這一生沒有投資過 我不是個生意人 那時候是因為一些哥哥 所以我在這邊要跟大家說 喝醉酒的人的話 千萬不要相信 大家在那邊喝酒 他拉說很棒… 妹妹應該要投資 應該要做什麼 我告訴你錢先收到 再做…事情 不要就是聽了人家 然後先做事情 然後找了一堆朋友 朋友也願意幫你 然後結果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 對 我其實 酒後一習話 對 他就當真了 因為不只一個人嘛 就是有幾位哥哥在那邊 一群人 對 然後他們感覺都是 讓我之前覺得是可以信任的 所以我也是從這個才學到 喝了酒的人的話 就是不要信就對了 不過我也很感謝這些哥哥 因為讓我有了做生意的經驗 然後現在很有頭腦 關於生意數學這塊 當時那一整個派對 只有妳把這件事情當一紅森 是 那時候想要做的這個事業 其實也不是什麼大事業 就是一個小的餐酒館 然後我想說餐酒館 大家都說沒有關係 妳一個月差不多 就是要幾桌就好了 因為一桌差不多就三萬塊錢嘛 妳只要個十桌就搞定 對我來說那是一個副業 不是一個正業 因為我的演藝試驗應該是我的正業 所以那是一個斜槓 我想說OK 那沒有問題 我們一個月其實可以賺個30 就打平了嘛 然後養養員工 然後這就是可以建立人脈的地方 沒想到投喜濟訓之後 害我就是變成負債1500多萬 喝酒不談生意 是 真的不要 真的 喝茶的才會談成生意 對 喝茶也要看 因為有些人喜歡喝茶喝一整天 然後晚上又再去喝酒 那種也真的是太浪費時間了 都在喝茶 也喝茶 但是結果就 生意就還貪崩了 而且合作還很爛 是喝什麼茶 長島冰茶 長島冰茶 那個當然就不行 就喝兩杯而已 怎麼奇怪 是酒 好… 那時候其實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誰也都沒有想到 會有疫情這件事情 是 所以我一開就是疫情第一波 台灣還OK 可是我們那時候有備用金 所以備用金就是 有拿去就是去營運 因為還有員工 我們已經營運了一年的時間 還不錯 有慢慢的讓大家知道 OK 私廚是一個你要預約的地方 不能說來就來 這在台灣那時候比較 大家不習慣 大家就想說我今天要吃飯 我現在就過去 現在打個電話給你 不可能 一年過了又越來越好 疫情第二波 台灣那時候最嚴重 然後那時候我們做餐飲 有四個月的時間都不能營業 所以四個月餐飲不能營業 假如你要做違法的私底下的OK 可是身為公眾人 我們沒有辦法這樣 萬一被人家告了 被人家說了我們就是要罰金 那時候的演藝圈的工作也不好 因為我們就是疫情 大家也沒有辦法拍戲 也沒有辦法上節目 所以是因為這樣就是 水球一直滾 越滾越大 一開始以為說好 我們可以度過 所以就是一直養員工 然後員工養 養到最後幾個月其實 真的是養不起 所以那時候後來就是有遣散員工 那時候政府也是說 我們有就是一些可能優惠的補助 可是老實說那個補助 對 那時候反正就是跟政府 就是跟銀行借錢 我台灣所有的銀行 應該都有去詢問過貸款 我現在可能有差不多就是 快十家銀行那時候 從個人的信貸 然後企業貸款 我每一家都有借一些 妳就欠銀行的就對了 對 也有欠朋友 只不過是一位很好的朋友 因為我不喜歡亂跟人家借錢 因為是 我覺得這是信用的關係 是因為我可能這麼多年來 從來沒有到處亂借錢 所以我那位朋友二話不說 也沒有問我什麼東西 知道我在最困難的時候 馬上錢就來 而且他那時候覺得 你還不在台灣 基本上欠的款都是銀行 銀行的利息很多 因為企業貸款的利息 除了紓困的時候 對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我累積到 我學了很多人生經驗 然後我到現在 我的餐廳也都沒有倒 我有三家嗎 還在啊 對啊 台北 對啊 夜生券已經扛起龐大債務 要加壓七年償還千萬不災 五千萬 大家都是自己欠的 我這個是別人欠的 你爛給別人 不是啦 我爸爸欠了 現金輸掉五千萬 然後又欠了五千萬 那個說是地下錢莊要借錢 去到我們家看到說 可能有辦法借你 三千萬我用七年把它還完 晚上的時候我做夜市 週餐之後我會去顧檳榔餐 顧到隔天中 明明下大概兩三點的時候 我就去廠商那邊補貨 然後我到現在 我的餐廳也都沒有倒 我有三家嗎 還在啊 對啊 台北 對啊 我就是一個很低調的人 所以我度過了疫情 真的厲害喔 厲害 我們剛剛是以為收拾爛攤子 已經倒掉這樣子 因為我們聽到這樣子 會以為結束而束了對不對 是 沒有 我的那個原本的私處 雖然中間有改名 現在改名叫台北新 Heart of台北 因為我們在台北的中心 變成是有換形態 變成是可以喝酒 然後唱歌 然後就是要私處的部分 也是要提前跟我說 因為我要備料 我另外一家不二主義 就是從 我們是在疫情開的 然後到現在有月做月號 其實中間真的很辛苦 所以你不能賺大錢 那我最近又開了一家新的餐廳 又開了 對 然後又是不一樣的 然後 已經慢慢走開 對 妳要在做那邊 妳應該做對面 而且國度都是不一樣 我最近這一家就是 歌膨日本料理 可是我在這邊是 因為我自己學到 帳都是我 都是有參與到 我每個帳都要清清楚楚 然後每個月都一定要很清楚 我們列出的支出 和我們的營收 因為當你不清楚帳的時候 很容易錢就被人家吃掉 你可不可以幫我一個朋友 他開了一家咖啡廳 然後玻璃都被砸破 你幫他經營一下 對… 他那個是有砸店的 對 是我的店 對… 那個有憲哥在其實就不用怕 可是老實說咖啡廳真的很難賺 咖啡廳很多人做是為了興趣 就是我要有一個地方 對… 我們要一個 一杯咖啡160 然後或是配上甜點210塊錢 大家可能會做一整天 不划算 所以裡面還有先賣老糖牛肉麵 就好多了 這就厲害了 加上一些牛肉麵式的 還有建議嗎 有…來 弟兄們 有什麼建議 趕快做幾張金卡 先送歐地哥跟憲哥 他們兩個是主要絕對他們 不會啊 可是 可是我覺得他這樣算撐過來 撐過來 對啊 能夠已經到一起後期過來 就是利人 利人那個差不多了 他已經還得差不多了 現在剩500多 兩個月就還掉了 兩個月是不可能 因為我們還要過生活 然後你看每天有支出 銀行就安心了嘛 可是銀行 對 然後我也是因為這個才學到說 其實我們跟銀行借錢 是對的事情 不要覺得你做小白是好的 小白其實不好 當你需要就是周轉什麼都沒有 沒錯 而且你要有Credit 才能跟銀行借錢 是的 跟銀行借錢是OK的 可是要固定還 對 是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大家都是欠一個機會 我們欠的機會 其實現場就有這個機會 這個機會就在憲哥的身上 對啊 像剛剛大家都講都是投資嘛 是 投資不好 你投資都是從零開始 憲哥都已經投資這麼多東西 在上面了 而且那麼多報品 夯到不誇張 每一個人拿錢 排隊兩個月他還願意排喔 對 排隊兩個月喔 他還願意排喔 所以你們…我覺得 現場就有一個機會在這邊 剛出來的時候 那個在蝦皮上面 我的天啊 那個是 在蝦皮上面賣翻啊 幾乎每一台 因為我們董事長 先緊繳沒上身體 才繳好過 是啊 周制藥 五周制藥 我跟你講 那個…到現在銷售 大概150萬盒左右 然後到現在還是很正常在跑 做生意就這樣 但是人家沒有看到你前面那一段嘛 辛苦 對 你不是一個希望 你是欠下五個希望 不是 這個大家都是 都是你們自己欠的 我這個是別人欠的 你賣給別人 不是啦 不是賣給別人 誰啊 這是我爸爸欠的 你爸爸 我爸爸因為投資失利 他們切斷父子關係嘛 不是 有啊 台中輸掉兩棟房子 輸的 現金輸掉五千萬 然後又欠了五千萬 然後就跑路嘛 就跑了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全家 就過得很不好 那時候我們剛上來台北的時候 住在三重 我們是全家人住在廢棄工廠 連洗澡 連熱水都沒有 我跟我弟弟都是睡這種地板 然後我媽媽就是用那個紙箱 把它疊…紙箱把它打平嘛 然後疊成像一個床這樣子 就是 反正就藍若氏那個感覺 我不騙你 那個時候是 地下錢莊要借錢 地下錢莊去那邊說 我們不要輸了 他會去看你的工作嘛 你做什麼工作的啊 然後你家裡環境怎麼樣 我就說我們坐夜市的 錢莊去到我們家看到說 那個 我們那時候我們家產到什麼狀況 我過年的時候 我牙齒就是吃麵 吃麵條不知道為什麼咬到 就是有一個肉醬 不知道咬到什麼東西 牙崩了 我的牙齒破了一個洞 破了一個洞就神經外露嘛 我兩年沒辦法看醫生 根本治療不行 就是喝東西 喝也不行 吃也不行 因為那時候我跟我爸健保 都不是鎖卡的 以前健保鎖卡是不能用的 之前我們在坐夜市的時候是 我現在在坐夜市 他還在算你喔 他還拿計算機在算你 今天賣了多少 這麼厲害 然後客人一走 他就過來了 就要收錢了 那時候我缺… 我們家缺錢缺到什麼程度 因為我以前曾經被關過 我出獄第二天而已 我媽媽問我說 我說你有沒有搞錯 我出來第二天而已 我去哪裡借錢啊 回去跟點獄長講一下 喂 夭壽 沒有 那時候還沒有認識憲哥 那時候我媽媽是 幾乎每天就是一直在追錢 一直在追錢 一直在追 那時候最慘就是 他會破產就是因為那時候 有現金卡嘛 可以預計現金卡 可以預計現金卡 那時候多少卡農 就是被這個害死的 就是 就是 對… 對 廣告很大 那個是惡魔的卡片耶 對 我們家也栽在那個 有多少人是因為那張卡 然後家裡面負債的 我爸就是因為那張卡 就趴下去了 到最後我爸死的時候 我們家連三張費都拿不出來 我們家零骨塔 包括我們的骨灰壇 都是人家捐的 很辛苦的一個過程耶 就這三年 這三千萬我用七年把它還完 你說還親了喔 我還親了 你有沒有看到 怎麼華麗轉身呢 我沒有看到 我那時候…因為 我剛開始做夜市的時候 你不可能也開演唱會 沒有…我都是做夜市 12個舞者 對 我這個視線看到 我看到 我開始做夜市的時候 我每天早上大概四點起床 我四點起床我就去菜市場 我都不先找了 我都臨時去找 因為菜市場會有很多臨時攤位是 他剛好今天有事他就休息了 他會掛牌子出來 這種臨時租的他就會比較便宜 我就去做菜市場 做… 菜市場大概都11點就收攤了 11點收攤 我12點回到家 我大概睡兩個小時 大概2點我又出門 我去找黃昏市場 又去找臨時攤位 黃昏市場去做 做… 因為黃昏市場大部分的客員 都是這種上班族 家裡面沒有煮飯的 他去買一些熟食買一買 就回家吃了嘛 所以他大概7點就沒有人了 黃昏市場 7點我就馬上又去接附近的夜市 再做夜市 再做夜市 夜市做… 做到12點收攤再回家這樣子 我這樣持續了一年 我從嘉義以北 幾乎所有菜市場 夜市 黃昏市場 跳蚤市場我都做過 很多人都說我早上 我去菜市場買早餐 我看到你 晚上那個下班了 我去黃昏市場又看到你 帶小孩子去逛夜市 怎麼又看到你 你都不用睡了 我這樣撐了一年多 我那時候最慘的時候是 因為我們做生意一定要有貨嘛 像現在如果找憲哥 憲哥就有貨 我們又不用備貨 不一定 都賣光了 對… 公不應求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出去 出去做生意的時候 我把身上所有的錢全部換作貨 我把身上所有的錢全部換作貨 因為我們怕我們出門 怕你賣得好 沒有貨可以賣 你又不可能回來債 我把我全身上下所有 油加滿之後順下來 所有的錢全部都換成貨 去埔里 那是六年一次的那個做酒嘛 埔里老街 埔里 我因為錢我都給人家了 然後我錢都換成貨了 我去到那邊沒得住 又去回到那個廢棄工廠 沒有… 那裡不用住 因為那裡就是碰你low guy 睡車上 我在那邊一個禮拜 我都睡在車上 睡車上 一個禮拜我都睡在車上 睡在車上 然後 我冠喜全部都在公園裡面 然後我朋友就說你 因為第一天去 我朋友說你身上都沒錢 你這樣我不放心 因為我 他們要回台中嘛 他說我如果 我如果你出了什麼狀況需要錢 我台中過來來不及 他拜託我 你說你兩千塊你放著 你應急 如果要吃飯要幹嘛都好 結果那兩千塊給我 隔天去埔里第三市場 租了一個零食攤位兩千 租攤位 就是我就是這樣子 然後後來 走在裡面有點錢 心裡面 不是 後來我從外面流浪回來之後 回來之後我就開了一個檳榔攤 我還沒學會叫賣之前 我是在夜市 我沒有一技之長 那時候我都不會 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所以我在就檳榔攤 現成的放在夜市這樣賣 所以我有做過檳榔攤 然後我回到台北之後就是 晚上的時候我做夜市 然後做… 做到夜市收攤之後 我回去顧檳榔攤 顧到隔天中午 隔天中午 大概瞇一下 大概兩三點的時候 我就去廠商那邊補貨 那個都要穿三點四 沒有… 一千塊兩個 沒有 我就是這樣… 大概 我一天大概都是睡兩個小時 四個小時這樣子 憲哥你有沒有發現 好像有一個重點 就是有不屑的精神 對 人就長平 人就智商 情能捕捉 幸福什麼時候會來不知道 幸福來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察覺 對不對 但是你在努力的過程當中 不要去想著 我正在努力 這是我人生必要的志業 我不斷往前走 不斷來了 來就來了 對不對 你哪知道 兩千塊的這個發財金 突然間今天漲兩萬塊出來了 所以你拿那兩萬塊 是不是覺得人生是 一切是光明的 對 七千 五千萬能還完 對啊 我覺得叫外哥這個超勵志 對 很勵志 超勵志 人生的記憶有很多種 都是來體驗 對… 對啊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 像憲哥講的一樣 這個 對 不要放棄希望 沒錯 都會押韻了 這個非常好 我們大家互相勵志一下好不好 我們都是辛苦過來的人 是 但是沒有放棄過我們的努力 要知道成功的意義 就在超越自己 要知道成功的意義 就在超越自己 我們都是自己賽跑的人 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路 好END好不好 再次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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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在一起在一起的甜蜜 這份愛會埋在我心底 我和你相愛往落離 愛來愛去都變成回憶 你的心我最懂你哭泣 我陪你這輩子註定與你在一起 大聲喊出我愛你 時刻把你放心底 不怕網絡的虛擬等著你 點擊書表的情意 傳達愛你的謎語 在心裡從此永遠有個你 謝謝你讓我遇到你 謝謝你也讓我愛上你 不管風風雨雨 不管明天在哪裡 我都會永遠地陪伴你 我都會永遠都會永遠 我都會永遠都會永遠都會永遠 我已經愛你這麼多年 啊 褲水我問你 誰人為愛多生死 你敢說我就對他去 大聲喊出我愛你 時刻把你放心底 不怕忘落的是你 等著你 編輯書表的情意 穿搭愛你的蜜語 在心裡從此永遠有個你 謝謝你 讓我遇到你 謝謝你 也讓我愛上你 不管風風雨雨 不問明天在哪裡 在心裡從此永遠有個你 謝謝你